你看我家的温室 这是第三年了 今年因为加州的狂风暴雨 已经吹上 已经吹飞天 吹了好几次 吹翻了 只是把外面的吹起来了 吹了翻掉了 所以里面的话就被受到影响了 然后吹了以后 你看这些地方都已经老化了 然后这边也吹烂了 这边吹烂了 因为今年还有很快就 就快暖和了 所以说我就直接用一个胶布 把它拴到这个地方 在保护里面的植物 然后用这种绳子 你看 用这种绳子 套牢 这下面有很重的东西 你看这样拴住 免得它再飞起来 所以说温室 这种简易的温室 当时三年前买的时候 只花了200块钱 还用了三年还算不错了 很多人买这种温室 当年就被吹飞了 因为它没有做措施 下面没有打底座 下面一定要有很重的东西 然后用绳子这样牵住它 全部把它捆住 它才不会飞起来 但是即使这样捆住 我今年也被吹 也被吹起来三次 所以说 将来有机会的话 建一个真正的温室 这个则是临时兑付的 你看我温室里面的植物 进来看看里面的植物 这个是人参果 还在结果 到时候开吹的时候 我把这全部剪掉 让它重新发薪资 然后这玉兰花 也就是他们说的白玉兰 之前把顶棚吹翻了以后 然后这个白玉兰被冻了 被受冻了两天 所以说叶子几乎都被冻 冻坏了 那嫁接的呢 你看这嫁接的还是活的 但是也有一些死掉了 看这只应该就死掉了 所以说温室还是很重要的 那这里面呢 有三棵番石榴 番石榴也怕冻 还有百香果 百香果也怕冻 我都搬进来了 还有那种虎头玫瑰 这边还有一棵番石榴 这边还有四家苗 四家也是一冻就死了 今年兑付了以后 准备建一个 建一个大一点的温室 真正的温室 不会被吹垮的 这是最简单的 那我还有一种小温室 那你们看得更可爱了 你看 这个地方 我放了一个 这个也是相当是一个温室 你看里面都是雾气 好大的雾气 但是里面我放了很多植物在里面 那到这段时间 有时候气温还是会保持在一度 或者是零度 所以说还会接霜 就会把很多植物打死 所以说我就临时用这个塑料桶 把有些植物放进去 那我打开给你们看一看 你看这盖子上面都是露水 把它揭开 揭开了以后 你们看看里面的什么东西 这个是黄金百香果 这是去年 用扦插 扦插活了以后 长了很多根 长了很多根 然后这儿又经过一个冬天 所以说 前天我把它放在这个盆子里了 放在这个盆子里 它比较温和一点 长得比较好 然后这些 这个是 我用 用那个沙田柚的苗 嫁接的甜橘子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放在里面 让它温和一点 然后这个呢 就是嫁接的巴基斯坦商 这个 很快 这个芽就要发芽了 这个是我用 用那个琵琶的苗 琵琶的苗 嫁接的水晶梨 你看水晶梨 马上就要 芽 这个花芽就要爆开了 也嫁接没有 没几天 让它先在这个小小的温室里面 慢慢的粗壮成长 这里面比较温和 所以说要把它盖上 盖上用这个把它锁住 这边也是 这边盖好了以后 好 锁好了以后 你看都是雾气 看到没有 就说明里面 气温还是比较温和的 这边就是摆一些 我的花花草草的 所以说温室的话 还是要兼顾牢固 你看我 跟你们看 跟你们看我 旁边有一个邻居家的温室 他们没有用这个温室 但是他们建得很牢固 我搬到这边三年多了 看到它也没有受到过重创 你看这个温室 就是这个温室 特别大 比房子还高 但是他们没有作为温室 我看到他们都没有 没有喜欢养什么东西 养花呀 或者是怎么样 好像有时候 他们喜欢聚会 很多人在里面唱歌跳舞 墨西哥人 他们是 然后经常 前两年 在新冠病毒之前 两年 哇 每个礼拜都有聚会 然后这两年新冠病毒了以后 都很少听到他们这边有聚会了 没有那么热闹了 今天的天气真好 对呀 所以说你看 这是我的甘蔗 想吃一点 砍一点 还是很甜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订阅和点赞 我会不停不断的更新我的视频 让你们能够学到一点干货 学到一点真正的种植技术 不管是牵插也好 或者是繁殖 就是嫁接也好 我都会把最好的视频 传给你们 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们 让你们能够看到学到 真正的掌握这些技术 谢谢